照片显示小朋友的眉心旁边受了伤 方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 6月10号中午12点多 她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到杭州滨江龙湖天街的天真蓝照相馆拍照 同行的还有孩子外婆 还在坐着拍照的位置在摄影棚的监控画面以外 摄影师带我们进去以后 让我的女儿站在一个矮的一个木凳子上 是一个立方体的一个木凳子上 因为她人比较矮嘛 前面是有个打光的一个泡沫板 然后拿了玩具去吸引她的注意力 让她看镜头 然后就是一直逗她 一直逗她小孩子本来就耐性就不足 然后就一直拿不到那个玩具就开始烦躁了 她想要去拿那个玩具 所以她就想下来了 摄影棚的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中午12点55分 方女士有一个突然往前走的动作 摄影师和方女士的妈妈也赶紧过去查看情况 因为她的凳子稍微有点高度 我们还比较小 她这个人就重心不稳 往左侧摔下去了 摔下去以后 她左侧其实空间也不是很大 是一条过道 然后过道上面放了一张 比我们孩子站的木凳 更大一点的一个木凳子 四个角很尖锐 我孩子摔下去以后 额头两只眼睛中间 稍微偏左一点 眼睛上方 对 这个位置就砸在了那个木凳子的尖角上 当场就砸出了一个 可以看见的一个很尖锐的洞 方女士说 孩子磕伤额头之后 店员拿来了消毒湿巾 并让方女士 她们一直等待店长的处理意见 我觉得我孩子 我肯定要带去医院了 我说你们店长了解完了没有 然后她指了一下 她旁边一个女生说 她在打电话 店长打完了电话以后 她告诉我 她说你们先去医院 把医药费 我们会承担的 然后她也没有道歉 没有其他的表示 方女士告诉记者 事后她赶紧把女儿送到医院 拍了头部CT 幸好没有大碍 检查费用加上去吧药膏 一共花了700多 医院急诊病例上的诊断是 头部的损伤 面部的损伤 考虑到女儿年纪还小 急诊医院又没有给 幼儿缝合伤口的资质 方女士就让女儿在家休养 这几天伤口已经开始结痂了 对于女儿磕伤额头这件事 方女士和照相馆 有两个争论焦点 第一是小孩的碰撞位置 在一个点评网站的页面上 方女士给门店一个差评 商家回复中提到 小朋友是前倾 伏地摔倒 没有磕到任何硬物 的凳子离小朋友还很远 额头蹭到反光泡沫板 破了皮 这种说法呢 我绝对是不认可的 因为我是亲眼看到的 我妈妈也亲眼看到了 摄影师应该也是看到了的 为什么我们小孩子来这里拍照 你们没有做到一个安全的环境 没有做到安全的提示 采访时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店长不在 并且不方便让记者进入门店拍摄 方女士走进门店拍了照片 她说当时小孩就是撞到了 这种凳子上 照片中的凳子更像是箱子 四个边角没有做包裹处理 方女士说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焦点 就是补偿金额 店家首先的话没有道歉 也没有沟通 其次的话 因为这个事情小孩子做了CT 我觉得对他身体有影响 还有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全家人 焦头烂额了一整天 他应该是要给我一些 精神损失费的 你们补偿金额怎么考虑呢 补偿金额 我当时跟他提出来过的 我说所有综合在一起 就是不包含医药费 其他额外补偿 你赔我一万块钱 我是有跟商家说 这是可以协商的 通过冰江龙湖天街 商场管理人员提供的号码 记者联系上了 天真蓝照相馆 杭州区域负责人 据我这边了解 确实是小孩子在店里摔倒了 磕到了脑袋 然后也看病了700多块钱 然后顾客这边呢 也是索赔一万块钱 精神损失费 目前就是这个金额 没有达成一致 孩子当时磕伤 他到底是磕在了凳子上 还是磕在了这个泡泡板上 监控上面看不到 磕到了哪里 我们医药费可以完全承担的 一万块钱赔偿有点太多了 出事以后 有没有跟客人道过钱了 现场应该是有的 可能是随口一句 很正式的道歉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 你也没有道歉 没有跟我沟通 我是在气氛之下 我跟商家要求了 我说你要赔我一万块钱 那实际上这个培养金额 你怎么考虑 肥养金额肯定是可以协商的 店里的这个凳子 如果肩脚上 不足够软性包裹的话 还是可能会完全隐患的 对对对 感谢建议 我们这个后续会 弄个东西把它包裹一下 防止以后有 不小心的小孩子 摔倒的话 磕到上面 事后商场管理人员 回复记者 他们会尽力 为方女士和天真兰 照相馆门店进行调剂 1818黄金眼睛周报道 新闻播出之前 方女士向记者反馈 天真兰照相馆 杭州区域负责人 已经向她道歉 并补偿1000块钱 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更多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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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